各位可以自己参考一下 好那 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最后还要再清除 这个C-Done 最后清除也很简单 把里面的值通通清 那总共有123456 6东西 按一下 清重新输入的话呢 那只要把里面的值 塞入什么 空置串就可以 那比较特殊是这个 因为常常出错 这个是一个label 它的后面的属性 其实这个其他都是.test 可是只有这个是什么 点caption 这个比较容易出错 但是你会发现那个VB的早期版本是点caption 可是VB单内者以后的版本就都统一了 全部就点test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稍微跟各位做个说明 那再来的话呢 还有按记录 如果说我多一个button 按下记录之后呢 我希望可以写到资料库里面 那该怎么做 也是前面的复习 第1个呢 请各位 直接 开启 我们的 asset资料库 然后呢 请各位建立一个对应的资料库 并且把它存放在哪里呢 我看 再建立一个空白资料库好了 那放的位置就跟 我们这个应用范围的 路径 一样 比较不会出错 当然你也可以改写成 别的地方呢 写成绝对位置可不可以 当然也可以 只是说呢 存取上面会比较麻烦一点点 那我们这地方的话 SS部分 我把它 再放一个绝对 放我刚刚这个路径贴上 这个斜线 这样的话就放在这个底下 会建立个MDB 建立之后的话呢 一样设计 简式建立 资料表 那请各位 再把这个六个栏位 加进来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给大家看 让我们看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